桃哲二號出席北京活動 請來大批保全護駕 被追問是不是婚內出軌 引不發快速離場 網路上爆住楊子晴和桃哲的 親密對話事情曝光 重挫桃哲形象 三號由經紀公司發出聲明 聲明稿中寫著 事件影響桃哲的公眾形象 和社會評價已經委託 律師處理 不過女主角楊子晴不甘示弱 聲明稿隔天她PO文反擊 不是誰名氣大就有理 不是誰調門高就佔優 無論你虛情假意還是冷酷無情 真相就在那裡 不聲不響不躲不藏 律師我也請得起 不瞞桃哲劃清界線 楊子晴猛烈開炮 還爆料和桃哲已經交往六年 桃哲在出軌新聞曝光前 還約她七月北京優惠 我與桃哲一起六年 對這個人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偷吃疑暈再擴大 反觀去年和老婆Penny結婚 深情告白的模樣 我覺得我等了已經那麼多年了 我覺得終於等到了 我的這個真命天女 我覺得那是值得的 儘管Penny第一時間換大頭貼力挺 甚至跟著飛大陸 但隨著爆料加大 恐怕再次考驗 真命天女的反應 目前桃哲將戰不出面 7號會開記者會回應相關問題 記者陸資與綜合報導